我们俱乐部回飞车基地管辖 禁止闹事 禁止暴力 禁止 人类小孩 我们不能来吗 不是不是 我们俱乐部虽然是专门为爆炼飞车创建的休闲空间 但也欢迎每一位人类顾客 这是现在的小孩都喜欢去飞车赛道 颜料赛场之类的地方玩 很少有人愿意光顾我们这小货店了 其实我们来这里是想调查一件事情 请问你知不知道空翼和巨人在里面 你们打听这个干什么 又来一群闹事的 兄弟们上 没想到你们也是黑暗势力派来打听消息的 不不不 我是天元宇宙军团0314号爆炼飞车百夜 来这里是为了寻找我生死不明的战友 空翼和巨人 没错 我是超远护卫 寻找他们是为了更好的守护超世界 兄弟们杀了吧 原来是误会啊 不过空翼和巨人的行踪 其实我也不清楚 可是白燕明明从你这得到信息 空翼和巨人还活着 嗨 我也是听一个绰号叫流浪汉的飞车客人说的 那人总是在店里蹭机油喝 谁知道说的话是真是假 白胖一套 下手真重啊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一点都不尊老 服务员说的那个流浪汉不会就是他吧 全场看下来只有他最符合描述了 走 上去问吧 对不起啊 我不该蹭你们的机油喝 先说好啊 打车不打脸哪 这位大叔 我们想和你打听关于空翼和巨人的消息 这是报酬 那你上前来 行煞 人家 人家没听错吧 飞轮他们居然在调查空翼和巨人的消息 是的 主人 我也听到了 这两辆飞车不是早就牺牲在那场大战中了吗 难道他们还活着 行上 购物暂停 我们去找点乐子 都说了 我制不好你们飞车的伤势 你们还来干什么 有飞车说 您曾在那场大战后 亲眼看见空翼和巨人在超世界出现 这是真的吗 我 我 我不知道 电波 我说我说我说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空翼和巨人两位大将 是在那场大战中 我是那场大战中的飞车派军医 负责就职那些受伤的飞车战士 当时 我在战场上捡到了两块飞车零件 我一眼就认出 那是空翼和巨人大将的 从来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但我很感谢他们守护了超世界 也让我们能组建起飞车基地抱团取暖 所以 是你把他们的飞车零件放到俱乐部拍卖的 没错 为了能卖个高架 我就编出了两位大将牺牲的故事 但后来不小心泄露了实情 没想到还被人偷听过去 看来空翼和巨人确实还活着 如果他们活着的话 应该在哪里呢 我们也寻找了很多地方 漂浮岛 漂浮岛 这些年过去了 他们也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人呢 这里什么都没有 去哪里寻找空翼和巨人啊 对啊 我们都来过这多少次了 从没有听说过有两辆飞车藏在这儿 线索就到这里了 大家还是分头找找看吧 嗨 各位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那边风景真不错 是 是啊 今天天气真好 不如来一场紧张又刺激的飞车夺精赛吧 演得真假 别以为人家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 想找空翼和巨人做你们的帮手 休想 你跟踪我们 哼 当然 毕竟我的任务是 让你们从此在超世界消失 暴力接见 暴力出击 暴力变形 星上 飞轮 警方 我和白夜拦住他们 你们快去找空翼和巨人 嗯 想去哪里 他要使用必杀计 白夜准备战斗 白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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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好感人的团队勤啊 就讨厌你们这种猩猩作态的样子 你是故意的 好了 星上 现在给人家彻底废了他们 好的 主人 我 两个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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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铃峰 燕铃 你们的伤 金莎 动作快点 我还要接着去购物呢 最后一招 主人 难道我们就要在这里失败了吗 抱歉 展昭 你们是 这不可能 空一 巨人 没赞到还有机会与你们并肩作战 立即冲锋吧 我们在容炫 咱也走了 空一和巨人居然就在漂浮岛下面 当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 就转过来看看原来是这个意思 两位小友 让我们两个老家伙变形的任务 可全靠你们了 爆裂出击 爆裂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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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落魂 真快 我热身都没结束呢 对了 小布点 刚才干得不错啊 小布点 谁啊 我 我才不是就 对不起 小姐 让你担心啊 白夜 这次多谢空翼和巨人救了我 真没想到 你们俩居然就住在漂浮岛下面的洞穴里 对了 刚才那个人是谁啊 你们怎么会被他们打成这样 还有 这两位飞车小友的伤势是怎么回事 我们是为了改变蓝星的末日 而从未来穿越到此 但我们遭到了一群黑暗势力的攻击 失去了战斗力 又是黑暗势力 这场阴魂不散的家里 两位前辈 我们受了重伤 失去了战斗力 眼下能够守护超世界的 只有你们了 请你们出山吧 可我们当年选择隐居 就是不想再牵扯超世界的战斗 空翼 居阵 我们不想让超世界落入坏人之手 这片美好的世界 也不该被邪恶染指 加入我们吧 拜托了 我们一直在寻找你们 我们对超世界不管不顾了这么久 也该出来热热身了 你说呢 老游 是的 长官 哦 白叶刚才已经说了你们的情况 既是朋友相求 超世界又大难当头 那我巨人当然义无容辞 小不点儿 你可悠着些 别把屁股摔成三吧 你的乌鸦嘴怎么这么灵 这就是超世界的完整地图了 每块区域都进行了详细的标注 并没有灰玉这个地方 难道是在地图没画出来的地方 不 根据我们上次读取的数据 灰玉的所在并未超出这个范畴 那就奇怪了 可是 就这样看确实是看不出来 那是因为太乱了 应该就是这儿了 这就是 灰玉 怎么在这么远的地方 灰玉说到底就是一个废弃的无人区 设置在边界也很正常 既然是无人区 那我们进得去吗 可以 我听说 当年许多淘金客都会去灰玉淘金 金肯定是进得去的 但毕竟我们是第一次去 还是要早做准备 好神秘啊 什么都看不到 这里一定和金融西萨背后的反派组织有关 事必一迟 我们抓紧时间训练 两天后便启程 哎 别急嘛灰玉 进入灰玉可是大事 要不我们好好放松一下 养足了精神再去训练 嘿 我同意 过分的懒散只会影响战斗力 可是 每次都这么高了 小川哥哥 你小心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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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依姐姐 终于又见到你了 你们三个怎么凑到一起了 我们来找你玩空中飞球 这可是超世界新上线的游戏 可是 林依 超世界里的生活 不是只有训练和战斗 还应该要快乐 你看 朋友们都在等你呢 朋友 好吧 所有选手各就各威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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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戏规则很简单 只要抢到超圆珠 将它抛进球门便可得分 另外 游戏过程中 大家都能获得飞行能力 这个包装 看起来像个礼盒 超圆珠嘛 肯定要包装得好看一点咯 林依 你来看球吧 比赛开始 我来咯 加油加油加油 零一 擎风 重逢重逢 马到成功 别愣着呀 我叫你跳 来 这才失灵了 我可是个绅士 失什么事啊 快扭起来 重逢重逢 不错 俊磊你慢点 不好 灵依 你还好吧 我没事 这家伙太狡猾了 我们最好先将他困住 秦风 快拦住他 灵依 看你的了 糟了 他进传送门了 快追 他在那儿 这家伙太坏了 故意带我们走这种地方 这下怎么办 白夜 看你的了 快追 这里是飞车载道 看你往哪里逃 来吧 停锋 我好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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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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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回来了 林依 前方就是球门了 抓住你了 林依 记住 加油林依 加油林依姐姐 难得看到林依这么投入的玩游戏 你们好兴致啊 金龙 你来干什么 你们是了解我的 我的目的一向很单纯 不是吧 我身上就剩一枚金马 你这都要抢走 你也太小看我了 我的志向可是很远大的 一枚怎么够 我要很多很多金马 少做梦了 快把球还给我 那你拿金马来换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最近凑了很多金马 把球给我 金龙 既然你主动找上门来 那我们就好好招待你一下 师父 我们好像来的不是时候 这次玩砸了 没算准对方人少 先找机会逃出去 要不把球给他们了 就这么给他们了 我的面子玩砸哥 老兄慢点 你也是 是 好像也不是不能一战 太乱了 这样只能伤到自己人 你们还好吧 还撑得住 燕鹏 我们有伤在身 先退出战斗 再缠户进去 只会更能 好 空翼 军任 你们战斗经验丰富 就由你们来指挥作战 大家听我命令 各有一个方位 将金龙困住 缩小包围圈 独取超远柱 爆裂出击 爆裂变形 超音多重分身 两个飞车一组 绝不放好一个 不好 大家后退 不就一个破球吗 至于这么劳师动众了吗 你不懂 这叫体育精神 要干什么 果然是要进球了 这是 灵一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没想到吧 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礼物 金不金血 靳容刚才说 你们凑了一笔钱 嘿嘿嘿 没错了 这个定制烟花 是我们凑钱一起买的 你喜欢就好 好 啊 啊 啊 成余道 快走 师傅 我在这儿 啊 那这个是 那是分身 会爆炸的 爆炸 啊 啊 那扇门是通往 海底禁区 这下够他们瘦的了 别管那些了 现在是生日派对时间 嘿嘿嘿 没想到 你们居然还记得我的生日 当然得记住了 你是我们的朋友嘛 嗯 我们是朋友 耶耶 谢谢你们 一直以来 我都没什么朋友 这是我第一次和朋友 一起过生日 所以灵医 以后你有什么心事 就跟我们说 朋友之间 应该坦诚相待 就是 开心的时候就一起笑 遇到困难了 大家一起解决 接着这欢乐的时刻 让我们跳起来吧 叶破老爹 我这支舞跳得还不错吧 很好啊 叶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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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零破 你没事吧 师父 师父 快醒醒啊 我们在哪儿啊 我们被传送到黑泥禁区了 这次他们人多 输了不丢人 下次 我一定将他们逐个击破 眼下 还是先逃出去再说吧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